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的菩提心首先念如意宝藏论偈宗的传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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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我们讲如意宝藏论 今天的时间可能稍微长一点 我们现在讲如意宝藏论第三品当中讲七十节 讲七十节前面讲恶趣的七十节和善趣的七十节 善趣的七十节当中我们恶趣的七十节已经讲完了 地狱 饿鬼 旁生的世界已经讲完了 接下来讲善趣也就是说天界和人间 阿修罗包括在天界当中 人间的七大不咒都已经讲完了 那么我们前面讲的罗刹咒 按理来讲是莲花生大寺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说罗刹咒 这个福咒和妙福咒当中的福咒 应该是莲花生大寺居住的红色通山 很多智者也这样认为的 恶趣讲完了以后我们现在正在讲天界 人间已经讲完了天界 天界的话讲欲界天和色界天 然后五色界天我们后面会讲的 欲界天的话欲界有六天 四大天王 三十三天 利正天和毒水天 还有华乐天和太花自在天 就是总共有六个天 那么这些六自在天当中 六个欲天当中 有一部分依靠第二咒的 有一部分依靠虚空二咒的 那么依靠第二咒的话 前面我们讲的四大天王已经讲完了 包括四大天王和四大天王所有的眷属 这些都我们已经讲完了 包括日宫和月宫等等都讲完了 然后现在我们正在讲三十三天 这个三十三天因为依靠第二咒的话 只有四大天王和三十三天 其他的四个天依靠虚空二咒的 那么今天像我们把三十三天 也就是说依靠第二咒的全部讲完了 那么下一堂可以依靠虚空二咒的这几个天人 那么我们依靠第二咒的话 四大天王讲完了三十三天 那三十三天中说和分别说他福德的差别 也就是说全面我们中的说三十三天是什么样的 就讲完了 然后下面讲福德的差别它也有一个略说和广说 这个略说已经讲完了广说分五个方面 讲三十三天的尊僧供它内在的宁愿和外在的宁愿 还有它的妙书如意书和三间乘 中共有五个方面讲的 那么我们昨天前面内在三间乘的尊僧供 它的高度 面积这些都已经讲完了 还有尊僧供和三界乘 中共有999座大门是非常壮广的这么一个城市 包括它的门尾每一个门有五百个天僧 就开始全服五座的护门 这个道理已经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三十三天的整个三县城 也就是说它的三间城具体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现在大家也应该一方面看 讲到这些天界的话大家可能跟自己的对质烦恼 这个修行也可能没有很大的关系 不一定有兴趣但另一方面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佛教的基本思想和这些观念如果我们不懂的话 我们也是非常的可耻所以大家应该带着一种求学的意乐 应该不管是学什么法 尤其是我们全知无垢光尊者这么殊胜的法 大家应该带着一种清净心和欢喜心来听说 听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信心实际上是无垢光尊者 依靠他的文字的道友来让我们一起可以到达三界天 在天界可以逛逛旅游也可以这么想 如果有信心的人来讲那确实是无垢光尊者有他的金刚语 然后带着我们一起在三十三天也好四大天王也好 我们前面包括四大天王和其他的整个四大补助都已经运游了 那么今天开始还继续在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可以因为它的城市比较广 我们旅游的时间一天半的时间四大天王是一天 然后三十三天要一天半的时间 可能前面 昨天前天也讲了一部分 今天也继续讲下去 那么我们昨天前面已经讲到了 它整个城市内在的一些庄严和建筑讲了 那么下面它城市里面的道路状况是什么样呢 道路而前无有寻 宽度而时柔时 寺宝宿念作掩饰 也就是说三贤城里面的道路也不像我们人间一样非常宽广 它的道路的长可能是城市的长也好 或者道路的长度是有二千五百有讯的 它这里宽度的话可能道路是横向和纵向的 这样的或者宽度的道路的 不然的话如果一条路这么宽的话 有时候也可能好像我们也难想想 但是也应该是可以的吧 天界的很多都是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 它的宽度十二有讯 整个城市内在的美化也好 它的庄严也特别美观 处处都有一些碳香水的沙漫 还有道路的两侧有金银 琉璃 红宝石或者水井所成的水池 而且水池当中有清净的甘露水 它的周围都有各种不同的莲花所掩饰 还有在那里湖泊当中有黑鹅 还有水塘的岸边有如意树 如意树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果实 妙意 还有在周围各种天鸟 天鸟它们也是放出特别语言 动听的声音 让整个世界特别如同极乐世界一样 《瑜伽式地论》里面讲到33天城市的时候 说是地平如涨 六十度色讲下华语 包括它这里的整个世界好像描述极乐世界和非常相同一样 我们讲到城市里面的路这些是这样的 城市当中还有周围的围墙这些是什么样呢 说是城外有七镇宝围 见其豪乎天鹅事 宝珠天息增窥闹 意思是城市的外面有七层相当于围墙一样围绕 还有各中间有七个庙坎 也就是说庙号围绕 像以前的一些大城市里面的皇宫 周围也有一种庙号 下面的那个颂词当中是三层庙号 不是七层庙号 然后它庙号的神度也是一有行作有的 它整个三十三天的天人他们都是在这个 也就是说庙号相当于是一条河 它这个河边有很多天鹅有很多飞禽也在那里吸吸 而且三十三天的天人们他们经常乘上宝船 然后进行详细 像建桥大学的学校里面有一个叫康桥有一条河 在那里也是以前一个著名的诗人在那里也做过诗吧 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亚洲人也是比较喜欢的 在那里有很多人经常划船 唱歌 做诗 还要看夜景等等是这样的 可能天人们也是经常因为周围的庙号当中 有潺潺不息的江河 在江河上面有各种珍宝组成的小船 这个船上有很多天子天女在那里经相吸吸 也有这样的 这个是讲到三间城的周围 它的边际是什么样呢 寻觅山顶 寻觅山顶寺界四楼 高度四点五有讯 隔边一百二十五 遥朝金刚树珍珠 寻觅山顶整个山顶的四个边界有四层高楼 有四层高楼每一个高楼他们的高是四点五有讯 然后每一个高楼的边长一百二十五有讯 整个珠城大家一算就清楚了五百有讯 那这里实际上是谁呢 就是我们这个药巢金刚树药 它中心的天人具足在哪里 也就是说金刚树菩萨实际上是来自于三十三天吧 可以这么说但是金刚树菩萨还有很多的 这种因为金刚树一般是摇巢中心的 还有其他摇巢中心的这些天人 他们也是居住在这个里面 大皮婆萨论当中也是有这样的意思 有摇巢名金刚树他们俗护诸天 说大皮婆萨论当中也是说金刚树会俗护隔天 然后这些刚才四方有四层楼 四层楼的中间有各种珍宝组成的一些围墙 并不是光是这四层楼在一个角落当中 就是鼓励励地放在那里也不是这样的 中间有珍宝组成的一些围墙也有这样的环绕着 那么这以上的话 我们刚才那个广所里面的四个当中 城市或者说是尊圣公 尊圣公也好或者是城市 就是它那个广所和科班当中稍微有一点不同 但是意思就是尊圣公的周围或者三间城的周围 已经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宁愿 这个宁愿有外宁愿和内宁愿 这个应该是内宁愿 那么这个宁愿它也应该有一个略说和广说 这个略说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 天皆宁愿四位度 居三间城南有寻 越过四方皆而住 意思就是说三间城东南西北的四个方向 二十有寻的地方有四座天人游戏的宁愿 宁愿下面都会讲的 也就是说三间城实际上是中间 其实看现在我们三十三天 基本上它是相当于二幻楼里面养的 前面的三间城在一幻里面 然后外面的这四个灵愿在二幻楼的中间 然后在外面有四个妙地 这个是三幻楼的中间吧 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来讲 好像是它这里描述的话应该这样的 如果我们有一些画家 可以把整个三十三天画的画也不难 应该可以根据五光尊者和七十金 还有《历史阿比达姆》它们当中都是讲了这个道理 尤其是《历史阿比达姆》当中都讲的 只不过是有几个地方 就像《历史经》里面 稍微东南西北的有些灵愿有一点位置有点不同 其他都是比较相同的 而且讲的比较广的 比如说《历史经》里面专门对比丘讲 每一个为什么叫这个 比如说中车缘或者粗恶缘 为什么这么叫 包括它的名词的解释都讲得比较清楚 那么这个是它的一个略说 那么接下来就讲它的光说 光说的话 首先是第一个 首先是第一个 就是我们东方的中车缘 中车缘的话 这个名词就是《大批菩萨论》里面说的是中车缘 然后《瑜伽施地论》里面叫做慧车缘 慧是一个教师旁那里一个贵族的贵 就是慧车缘 然后东方的中车缘是什么呢 是珍宝吃树妙语室 天女尽战欢喜燕 这个天字不用 天女尽战欢喜燕 它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刚才不是三剑城的东南西北有四个领缘 第一个领缘叫做中车缘 为什么叫中车缘呢 因为它这里车就比较多 应该是如果想到那里去旅游的话 它这里各种各样的庙车有的 当然这里也有各种不同的 比如说水池 还有金银流离水晶的这种阶梯 还有各种旗正义宝所组成的栏杆 还有金银 还有天衣 鲜花 妙果等等 各种颜色所颠缘的这种装饰比较多的 它这里什么样的珍宝也好 水池也好 应有尽有什么样的余妙可以呈现在它的面前 但尤其是这里最好的是什么呢 最精致的一些车辆 这些车辆美丽的驻天女就开始欢喜教士车 也可以说应该这个地方稍微改一下 美丽的驻天女欢喜教士车辰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它这里因为是种车园 那么到了那里之后各种各样的妙车 各种各样的妙车 而且可能这里旅游者或者观光者 对于一个男士或者天子而言 他们看到各种美丽的天女坐驾驶那个车 应该开车司机是美丽的天女 应该可以这么讲吧 但是如果一些女士到那里去可能也有天子 也有可能天子开车的吧都应该可以有的 不过这些众车园里面去的话 《七十经》当中说有些包括三十三天的田园 有些到了众车园间也没有见过 入也没有入过 去也没有去过 有些天人已经见过 但是他们没有去过 没有进入过 有些天人有去过 有见过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山根不同 因为一点山根都没有他们没有福报 其实我们世间人也是这样的吧 比较有乐的这种特别豪华的旅游观光地 没有钱的人听说是在那里有一个观光的地方 但是从来都是没有去过 尤其是一些高等的区域 包括一些花园也好 有些门票比较高的这些地方 有些是可能听也没有听过 去也没有去过 有些是只听过没有去过 有些是天天都在那里玩 世间当中也是因为各自的山根福报不同 可能也会这样的 所以在《七十经》当中讲这里的天人 也是对这样的众传缘有些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 虽然诵词里面没有说 我们注释里面没有说 但是应该这四个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宁缘叫南方的粗恶缘 南方粗有粗恶缘 战争知识增成恒 粗恶缘其间开甲 这里刚才三建城往南方二十有旋的地方 实际上有一个叫做粗恶缘 这个粗恶缘在哪里的水池也好 花朵也好 这些都是带有一种粗恶 有一种看起来形象并不是很吻合的 粗暴的 粗恶的 粗恶的 到了那里以后让令人心里有点不太开心的 天人如果到了这里之后 尤其是往往战争的时候一定要去那里 去那里的时候马上生起嗔恨心 本来大家都知道学过《俱世论》的话 好像色戒应该没有什么嗔恨心吧 是吧 欲戒虽然有嗔恨心但是不像我们人的嗔恨一样 特别的懵密不像这样的 天人相续是很寂静的 就像我们人当中有素质的这些人虽然生气 但是一般外面就看不出来这样的 天人也是这样的 尤其是玉天的天界也是比较寂静的 但是你要打仗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嗔恨心 也没办法在敌人面前太软弱的话 敌人阿修罗一定会摧毁或者欺负你的 那在这个之前他们往往都到粗恶院 粗恶院其实听到的声音这些都是一些骂人 或者说一些不愿意的声音 在那里经常也听到的也是这样的 看到的也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在那个树上 也经常出现什么呢 特别坚韧的各种珍宝的铠甲也好 或者说是宝轮也好 或者是锋利的帽 墙 盾 什么样的这些兵器都会出现的 一般我们古代的这些经论当中 不管是护法神他们手持的这些工具也好 或者说是标志也好 或者说是经论当中所体现的话 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些武器 就是传统的这些武器 现在世间人们讲的是冷冰器和热冰器 冷冰器的话就是传统的什么锚 枪 刀这些的 热冰器的话现在就是信心武器 什么导弹 炮弹 化学物 氢弹 生化武器等等 这些也是非常的严重 但有些人认为可能现在的信心武器是很厉害的 传统的这些武器也不一定是有那么厉害的 实际上是天人 护法神 他们也并不是把这个道用来 一定是看别人 不是这样的 他是依靠这种并且只要给予指向的时候 其实对方也会摧毁无意的 有些包括讲的一些愤怒修法里面 那就是所谓的我们这样的道也好 毛也好 他只要指向对方的时候 对方全部都是摧毁无欲 相当于现在的有些所谓的导弹 导弹的话它应该有系统的定位 然后就引导 然后就爆炸 相当于现在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他们就造的种种的武器 有时候看起来都是我们人类 确实也是出现到一个特别特别的危险的境界 人类自己把自己也可以到了这样的生死边缘 自己把自己推到生死边缘 各个国家大量的经费 用来开始制造种种的 包括核武器 种种这样的 以前有一个叫班曼登的上师 他的有些教言里面也实际上是讲了一些 当年根本在这个世间当中是没有听到过的 相当于是现在的一些信心武器一样的 将来末法时代的时候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兵器 而且这些兵器也是能摧毁很多众生 而且使用这些兵器的人 还有制造这些兵器的人他堕入到地狱当中 堕入地狱的话也跟我们平时的十八大地狱不同的 另外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地狱 因为他造的业非常严重 所以以前大概是你现在可能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吧 那个时候有一个上师的教言书当中也是说过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武器也好 那么这些在人间也有那么可怕 可能天界他们有神变 神通 再加上他们的福报远远超过我们人类 所以他们很多事情只要一想到的时候就垂熟可得 这样一来他们的武器也是应该很陷进的吧 应该可以怎么理解这是刚才讲的粗恶缘 粗恶缘相当于是33天的一个 怎么讲我们现在人世间的什么武装部 法院 因为这些场合主要是可能维护各个国家的 他们的这种国家的有一些 包括一些军队这些都在那里培养嘛 所以到了粗恶缘的时候跟天人的整个 以前他们的快乐 享受这样的生活方式 稍微有所差别的 因为到了那里以后马上又想打仗的意念 然后有各种兵器也是在那里如意书当中也出现 那这些得了以后肯定要去打仗 不然你光是带着这些兵器坐着在那里游戏 恐怕也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粗恶缘 这是南方的粗恶缘 然后第三个 西方的扎令缘 好像粗恶缘 《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是粗色缘 《大皮菩萨论》里面也讲的是粗恶缘 但是它的名词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而已 就是粗色 色是三点水上下有三个指的 第三个就讲的是西方的扎令缘 西方的扎令缘种种受用剑扎线 扎令缘包括它所需要的比如说如意书 鲜花 还有天女等等 天字可能这里有那个 对 当时有几个字 下面还有天字这几个都不用 天女等互相见诈 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想需要的话 就像我们有时候去了一些杂货店 或者说去了一些白货店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的什么都有 就像这样的 它这个导缘当中 你需要的衣服也有一佛 需要鲜花有花 需要天女也出现 它需要而享受 训练而享受 你只要去训练它 只要意念的时候都会出现 所以这里的特点是什么呢 这里的特点是整个它的宁愿当中 什么都有就比较扎 因为众生说需要的话 有时候也是比较扎的 也需要满足这样的意愿 所以到这里 扎令缘它是需要什么样的有 《瑜伽式地论》里面说 荷杂缘 荷的荷 荷杂缘 荷杂缘 这样讲的 然后第四个 北方的欢喜缘 或者是悉灵缘 《瑜伽式地论》里面讲悉灵缘 然后我们这里说欢喜缘 悉灵缘 欢喜缘 北方的欢喜缘也是这样的 刚才三建城往东南西北 二十个有寻的地方 他这里遍天人 具有献戒潜伏 受用欢喜悲增上 这里特别欢喜的一个 特别美丽的花园 包括天女也好 很多世间的这种 这里也是天女 天女的欢喜 还有各种欢喜 在这里可以增天的欢喜缘 那么这个欢喜缘当中 有一个是献戒潜伏的卧塔 就是这个树 它应该是有献戒潜伏的法座 还是什么的 献戒潜伏的一个卧塔树 它意思是 有些里面说是 这个是一个金树 就是这样的一棵树 就是树 那么这个树 它就经常发出光芒 但这个树不是所有的天人都能见得到的 只有天望地识天有福报 他经常能看见到的 其他的天人在有树的地方 经常能看得到自己的前世是什么样 如果自己去打仗去 那得不得胜利 什么是相召还是胸召 这些就像在镜子里面看到的我们的面相一样 所有的未来和前世的 或者未来和后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在那里呈现 所以欢喜缘的话 很多天人也是很欢喜 到这里开始他们去寻找 其实不仅是我们人类 天人 有时候也是可能对未来的一些情况不太清楚 这样的时候到那里去看 也比较看得清楚 应该是这样的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去朝拜东谷圣山 当时东谷圣山下面有一个水圈 这个水圈他们说是将来发生的事情这里可以看得到的 好多转山的人就在水底里面看 大家都排队一直看 然后有一个人他看着看着他最后就哭起来了 说我看到了特别可怕的东西 然后问什么东西呢 好像是有一个蛇一样的东西 结果水里面有一个确实像一条小鱼一样的 它本不是未来的事情 就真正看到一个小鱼一样的 好像现在转东谷圣山的时候没有人看 我有一次下去看了一下 现在好像只是在水圈上面就放一些哈达 除此之外也没有人去看 有时候我们可能去看也不一定能看得到的 听说以前我们学院教育科的负责人 就是曲托堪部 他现在已经退下来了 他跟几个堪部一起去拜见阿丘法王 阿丘法王当时把身上的上衣脱下来 让他们看 看到没有什么 他们都没有说什么 一直不说什么 他有再三地问 你们看到没有如来的贪嗔 不相望如来 后来曲托堪部他大声说看不到什么东西 然后阿丘法王当时说你业力很深重 然后接下来了过后他们下来以后 好多人说你不应该说没有看到 不然的话会不会破坏元气 当时堪部给他们回答说我确实没有看到 如果我没有看到我说看到的话 那我犯破戒 无上妄语 大妄语罪 那不如我说实事求是的 如果实事求是的说破坏元气也没用 没办法 确实没有看到 有些人也可能确实是看不到 刚才阿丘法王说他业力深重 不管业力深重也好 没有深重也好 我们很多人对未来比较重视 包括现在世界上很多都有没有预言 谁是预言家 包括我们佛教徒学大乘佛法的人 经常也是这个事情大瓜 那个事情算命 其实我个人而言我不太赞叹 遇到一点点小事根本没有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 到处去看远光 或者说大瓜 每天都是跟这个那个 这样的话说明自己没有确信 如果自己对整个人生也好 修行也好 各方没有信心的话 其实也应该是随缘的 并没有必要特别去执着未来发生什么 所以说我们包括金刚相谋座 未来对集体的一些事情也好 个人的这些事情不能随随便便 没有主持性的 以个人的行为来到处问 这样的话 别人有智慧的人一看到 这些人是深深道道的 这些人没有学过真正无不大乐为主的这些教理 一看都是知道 有些人整天都是担忧 担心那个 除此之外自己对三世因果没有什么确切的把握 这样是肯定不合理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也已经讲到了 这个佛陀实际上在这里也有一个 这个欢喜愿为什么欢喜我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一方面可能有佛陀的卧踏 这个原因让大家都非常欢喜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人们经常也 当时天人们经常也是看到他们未来的一些情况 可能这个也有这个原因 佛陀当时到三十三天也是传过很多法 包括《地藏经》 《为母亲说法》等等 但这些也许是不是佛陀在三法堂里面讲的呢 还是在这些地方 如果在这里居住的话 先及前非都有住的话 那佛陀可能在那里住了三个月 有时候佛陀我估计他出了大藏的地方不一定去吧 佛陀也没有必要到那里去生嗔恨心了 佛陀也不会生嗔恨心的 其他我想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 已经在那里呆了三十三天也应该都呆了 不过天人很忙的 以前我也讲过吧 当时齐婆在人间的时候 他给很多佛和佛的弟子治过病 这样以后当时目犍连也摄受了他 在他面前受鬼戒 后来齐婆死了以后 有一次目犍连到了三十三天的时候 当时齐婆坐着车 远远的地方给他找一只树就走了 后来虽然阿罗汉没有真正不悦意的心 但是显现上有一点点不快 然后他用他的神通力把齐婆的马尘顶住了 顶住以后他到跟前去说 我以前在人间给你穿过皈依戒 我师父来了你为什么不理我 当时齐婆说你不要说我还算是可以的 给你刚才已经造了一只树 我们现在天人快乐得很特别忙 根本没办法来不及了 师父来了也没办法 天人确实一方面是比较欢喜 一方面好像当时记得也是慌喜园 在目犍连也是在欢喜园见到的齐婆 所以这个齐婆在这里也是确实是 大家都特别忙吧 应该在这里没有时间 只不过所谓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我们人世间来讲 每个人都有忙着自己的事情 刚才那个齐婆他可能天天地去玩 除了这个以外没有什么事做的 那我们人世间每个人也是忙着 但有些人有意义的事情做得有意义的事情 有些人不一定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我有时候认为我们人间的人而言 可能这个福报有关系的 有福报的人他把每天的时间 可能确实做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做重大的好几件事情都可以 然后没有福报的人路路无为 每天时间就过了 但时间还不够 结果也没有做成任何事情 所以我们的世间就像世间有心的财富一样 可能有福报的人他可能用得比较多一点 而且比如同样是一年 这一年当中有福报的人可能做出很多事情 有意义的事情 没有福报的人不但是没有做什么事情 甚至可能造了很多的恶业 所以这个是根据我们人世间 可能跟福报也有关系 所以我在想欺婆在那里在人世间 他还是福报比较不错的 他做了很多治病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到了天界他就天天 连跟他的师父来了以后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 他还自己觉得有一只手给他招个手 算是他很有良心的人他自己这样认为 所以我想我们有些以前我们有一个师范学校的老师 他说他以前是当过某个县委书记的老师 但他现在根本不理我 他说他没有时间 给他最多是打个招呼而已 他就很不开心 所以我想我们人世间有时候也可能会有这样的落差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第四个园林已经讲完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这些园林的地方 周围的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呢 就是讲这个 长度二百五有讯 心美敬畏一有讯 珍宝堕墙妙庄严 他刚才讲的在四个园林的话 其实他们都是长度二百五十有讯的 宽度也是一样的 实际上都是正方性的 我看到天洁尤其是三十三点的好多都是正方性的 然后他的整个这样珠场有一千有讯 而且整个这四个园林特别的庄严 精美 看到就让人们生起欢喜心的 然后周围的圆墙 其实是纯净做的一些围绕的墙 还有各种金银四宝所组成的这种厌世 也是非常的庄严 然后他的第击是什么样呢 是内计 精沙 遍流布 宝园 水鸟遍汤 密封起舞 石化纵 他这里刚才那四个大的园 下面大地全部都是精沙不变的 然后总共有一百例 一种各种不同的杂世 我有时候像藏地的一些佛堂里面 经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庄严 原来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是太化了 应该是像欧美的有一些比较监狱的 比较文雅的建筑设计比较好一点 当时包括我们的法华讲堂 好多都是用城市比较同一个颜色 没有像那么华丽 但是最近看到不管是四大天王也好 33天的好多地方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这里颜色肯定是很好的 那天人的福报远远超过人类 所以我想藏传佛教有时候是 经堂里面各种各样的颜色 实际上也是应该只是一种福报形成的吧 原来有一次我们寺院维修的时候 当时我们商量说里面包括柱子 这些上面是按照传统的藏式绘画号 还是依靠其他的一些绘画画 结果很多堪布认为是现在比较文雅的画 然后很多汉地的有一些包括建筑师 设计师 画家 他们都认为应该是传统的好 结果我们通过大家商量以后 因为说现代监狱式的观点比较多 最后没有把滑滑碌碌的传统的绘画没有用上 但是实际上可能确实有福报的地方 有特别庄严的地方 否则现在西方有些国家好像除了水泥墙以外 什么颜色都是没有的 这个也许是跟福报有无关系 而且这个地方都是水族欺负 特别柔软舒适 这些地方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水泥地或者大地 特别坚硬的 如果在这里行走多了以后教也通 不是这样的 全部都是水族欺负 像极乐世界一样的 还有曼陶罗花 大莲花这些全部都是覆盖默契 然后还有在那里有各种水池 水池的旁边也有鲜花 鲜花上面有密封也在起物 这是一般用死血的风式 其实密封他也不会起物 他自己寻找吃的 一直飞来飞去 但实际上一般死血家 他经常用这些有个非常美的一种修饰方法 就是说是蝴蝶起物 密封唱歌等等 一般我们写《自然界》的时候 什么鸟语花香 那个时候 什么鸟类再唱动听的歌 然后鲜花给大家放一处特别普遍的香味 凡是我们描写一些环境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吧 还有在这个中间 各种各样的花丛 它这里的道路 岸边全都是金沙 滩香香水 花果 而且这些都是特别优续的 有真正气气的排列 现在我们有些比较高等区域的一些区域 或者说一些比较现金的大城市也会这样的 实际上人类所描绘的很多美妙的这些世界 也是像《三十三天》《极乐世界》 以这样的文字来开始描绘我们人间城市的美化 那么这个刚才已经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外内灵缘已经讲完了 第三个外面的灵缘 我刚才讲的是二幻楼里面的四大灵缘 刚才三建城二十有寻的地方四方有四个灵缘 这个灵缘包括它各自的作用都已经讲了 然后讲这个外缘 这个外缘相当于二幻楼以外的 大概是在三幻楼中吧 这是我自己想的 没有这么说的 但大概可能我们为了理解这样的道理 可能比较好一点 如是庄严知宁缘外界 二十有寻证 精美即时四次地 中车出恶杂欢喜 珍宝地面树护士 两极不具同灵缘 刚才四方灵缘的往外面 也是二十有寻 各个地方 往二十有寻的地方 实际上也有非常精美的四个灵缘 或者说四个精美基地 它这个精美基地有些古代的书当中 说也是叫灵缘 也是四个灵缘 有些地方也就四个精美的妙地 包括《大毗婆扫论》当中 他说四边有四妙地 刚才三贤城在这位四边有四个妙地 那四个妙地是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中车妙地 中车地 第二个就是炸几地 炸灵地也有说的 但这里说是炸几地 还有粗恶地和欢喜地 有些里面说是中车灵缘 然后炸灵缘 粗恶灵缘 欢喜灵缘也有这样的 然后这里的整个大陆也好 或者周围的整个摄氏状况 跟我们前面的四大灵缘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有些地方稍微有点不同的话 外面的这些灵缘当中有散步的地方 有逐流的地方还有中间有特别悦意的草地 还有在这些道路当中随意的你可以享用的 大象 骏马 还有车辆各种各样都有 这个在那里随时都可能免费的 不用 价格也不会很高的 那个出出车的话也是大象的出出车 还是骏马的出出车 还是一般的有天女开车的 那么这些各自都根据自己的想法可以在那里接受 所以这个灵缘的话大家一讲到三十三天的时候 我知道外面有四个灵缘在外面有四个灵缘 这个我刚才讲的相当于三花一样的 中间有二十个有选二十个有选的一个差别 接下来第四个讲妙术 如意术 天中所享用的如意术是什么样呢 俗语圣城东北方 大象树高百有选 耿五如第四方之 五额是有选 即凡范莫 树顶无事如善事 他这里接下来讲三十三天特别出名的叫做大象树 有些里面也是三十三天的如意树 它是在三十三天的东北方 天人经常集聚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大树 这个大树就是叫大象树 然后大批婆萨论里面就叫圆圣树 圆满的圆 圣起来的圣圆磁地 圆满的圆 就是圆圣树 然后还有其他的有些 包括佛说《圆圣树经》有一个事后翻译的 你们方便的话可以看一下 那个很短的 它里面的圆不是乐圆的圆 前面那个是圆满的圆 然后这个是圆林 花园的圆 就是那个圆 那个里面主要讲这些 因为这个树的话 各个天人到那里去的时候 从开始到一直包括他长牙的时候 长根的时候 长树枝的时候 长花的时候 生果的时候 每一个天人都又生欢喜 又生欢喜 就不断地生欢喜 在那里 只要看到这个树的话 欢喜 然后他这个经比喻 像声闻人的话 刚开始对佛法产生信心 然后对出家产生信心 对修道产生信心 最后德国产生信心 整个一种欢喜性的一个过程 它是这么一个好像我记得 这个经文很短的 方便的话 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时候翻译的 当时在《原生书》里面 《原生书经》当中主要讲这个 这里我们一般现在的佛法译文当中叫大象书 这个大象书有稿一百个有讯 然后它的根有五有讯入在须弥山当中 然后四方它的树子大概五十有讯直翻野茂的 然后它的树顶也是有五十有讯就像山盖一样的 现在我们有些花园里面的树 通过人工建完了以后相当于是一个宝山一样的 但是这里并不是人工建的它是天然的福宝行传 它的整个上面就像雨山一样的 像海南 云南这些地方有特别好的有些树 确实是 这个可能是天界的树来到了人间一样的 就特别妙的这样的 所以这棵树实际上它是在须弥山的山顶上 稍微它的根无有讯入到须弥山的里面 当然这样的话我们《前行》当中有一棵树实际上是怎么说的 就是说它的下面在阿修罗那里上面在天界那里 然后下面的天人因为上面的这种果树 橙树 非天不欢喜 经常打仗 但是这棵树肯定不是一个树 因为这个是须弥山的五有讯须弥山是八万有讯 阿修罗的地方我们后面会讲的 还是根本不是这棵树 应该可以说 下面的树实里面 《圆形如树端也有五十有讯》 这里加一个诗字 五十有讯 接下来讲这棵树 还要讲这棵树 这棵树到底是什么样呢 光芒普照于珠方 香飘风向百有讯 逆风便于五十千 行如塞子一何时 那么这棵树不但是它特别束缚 而且它光照耀世界大概五十有讯的 有些书当中说好像七十千还是那个里面八十有讯 但五十有讯 八十有讯都可以吧 然后它的枝繁叶茂最后它风的顺势香吧 然后它的芬芳的味道顺风飘扬到一百有讯的 然后没有顺风的 逆风或者说自然的地方吧 他这样自己不是顺风的地方大概五十有讯左右 他中仙造的有一个叫做阿比坦论《顺正理论》 《顺正理论》当中也是说 逆风便于五十有讯 这样讲的 然后这个是五十有讯的 然后这个树的下面很有意思的 有一块大的石板 这个石板叫做一和石 一和石像西藏 前藏那边也有一个叫一和石 像南山那边也有 但是这个是一般黑色的 他们民间传说的一个一和石 但这里的一和石实际上是七十经当中说是 这个是如来昔日住在这个地方过 所以三十三天一般是要离开三十三天的时候 天人们经常到这里来礼拜 因为很多以前的菩萨 萨米 婆罗门 他们都供养过的地方 对他们三十三天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 而且这个石头我们这里一和石 一和石有些好像瑜伽师弟论里面叫做如意石 这个石头叫做如意石 瑜伽师弟论里面说它是黄白色的 黄色和白色的 但我们这里说是结拜无瑕的 应该是白色的 其实经里面说这个石头它是天精成的 就是天人的 金字成的 所以好像佛经当中也是讲的 我们这里一般的妙威分方不可能一般有学 为什么是天人那么 它的妙香为什么是那样 我们这边一般的香水这些在跟前的时候还能比较香的 过了以后就不香 有时候坐电梯的时候有些人在电梯里面 哇 特别他们自己可能认为是很香的 我们都觉得不是叫做香为什么是这样 人吐在身上是乖乖的味道也有这样的 但是这些仅仅是一个可能距离很小的地方可以问得到 就圆了以后就不行的 但是佛经里面说 业果是不可思议的 不应该说天人的世界也是如何如何的 不应该我们用人的思维来去衡量 我们这里不要说拜有讯一公里都很困难 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这里这棵树特别的特殊 然后这棵树下面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构造呢 应该是石头吧下面的 这个是刚才天人的福报形成的这块石头 就是一合石 一合石 常宽都是无时有讯的 而且天人的发作也在这里 就像石地地诗天到处都发作到处都放着 而且天人他们在夏天四个月的时候就在那里享受快乐 这个石头是很有特殊的如果天人多的时候 在那里也是不觉得这个地方很窄 如果天人少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大 这样的就像法王以前去清凉室的石头一样 它这个是比较有特殊的一种现象吧 还有在这里天子 天女各自都享受各种各样的 包括这里什么乐趣 甘露 美酒 还有大树 车梁 凡是世间当中所享受的什么样的有吃的 喝的 穿的都有 还有这里有什么高楼 俱城 我们世间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愚妙的地方 在这里也是都已经居住的 那么这个就讲到了怎么讲 天人的这种 刚才讲到什么 刚才讲到一合十 这个一合十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经常坐在一个比较好的草地上 这里是不是一合十 一合十的周围有这些 一合十他自己并不是像石头一样特别坚硬的 寒冷的 坐在上面好像得风氏病的 不是这样的 他是特别的 这种跟我们人间的这些场地 根本没办法相比的一个特别殊胜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把今天这部讲完吧 就是三剑城 就是三剑城 三点无有寻 西南远行三法堂 口经三百 咒九百 这个三剑城实际上是他的 就是三剑城新南方大概有三点无有寻处 有三法堂 这个三法堂它是一个愿性的 现在世界上很多重大的会议室也有愿性的 它的至今是三百有寻 整个周城有九百有寻的 这样的三法堂 这个三法堂以前《西游记》里面说 当时《西游记》里面说是唐僧去一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国王他说原来我们这个地方是有从三十三天 佛陀在那里所发三个月以后来到人间的时候 第十天和梵天他们亲自用金银做成的天体 但是后来几百年之前这个已经毁坏了 然后现在他们修了一个寺院 寺院的中间也放了一个七十尺的梯子 还有佛陀佛陀的两边有帝氏天和梵天 也有这样的 就是说从三法堂下来的时候当时这个城市 《西游记》里面说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吧 但具体是在那个地方现在不是特别清楚 还有三法堂很多大德也是去过的 以前唐代的时候有一个叫洪方大士 这个是太平光级当中也有 洪方大士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一个 他跟阎罗法王好多说法的故事都比较多的 但是他跟帝氏天说法 他当时是在唐代一个寺院里面 他一方面讲《涅槃经》讲经说法 一方面他当时数百个病人就维护他们 有一次当时帝氏天请妖叉天生 请洪方大士到三十三天 刚到三十三天的时候 他好像到了三法堂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 那里天人的这种事情 后来帝氏天让他念阿弥陀佛弥勒佛的名号 他念了以后他不禁看见 而且后来到天人的那里吃饭 当时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 但到时你们可以看这个故事很有意思的 当时帝氏天要求让他穿涅槃经 穿涅槃经的时候 穿法子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我担心我人间有这么多病人 他们是依靠我的儿活着的怎么办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凡天派来的一个 说这是凡天的智灵让他回去就回去 但是那个时候帝氏天就很失落的 最后就说那你如果非要回去的话 能不能给我们讲一点点涅槃经 然后大师给他讲了一点点涅槃经 之后他送回来了 送回来了以后 弟子们知道洪方大师已经失踪了27天 然后后来大师把整个经理请一些绘画 整个天界所有的这些形象 这些事全部都是描绘成 后来有些人好像说他这样的说法是一种不合理的 搞到五则天那里去了 然后五则天后来又请他到皇宫里面的时候 也发现他确实很了不起的 刚开始的时候他根本不理五则天 后来的时候也给他一些词语教言 设书 反正具体的话当时唐代的洪方大师 取三十三天的故事也有 这个方便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这个里面还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 我们人间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天人第四天他们对人间讲的涅槃经 也那么重视 我们现在确实哪怕是一堂课也好 大家应该值得重视非常不容易的 天人也请法师可能他们天人有些是 可以有福报来到人间的 但是整个天界很像当时让他讲涅槃经 后来也没有全部成吧也是这样的 这个道理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然后接下来最后一个颂词 中央暴露光蝉蝉稍稍逆于地面前 诸天自证欲要是为房事故上一处 这个《山法堂》到底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就是天界的中央有这样的一个闪闪发光的高楼 这个高楼实际上是你地面稍微有一点像毛发絮的 有一个抬起来但我们一般可能看是看不到的 就像以前戒律里面讲佛陀走路的时候也是稍微在你地面而行的 但是人们一般都看不到的 佛陀的衣服穿的时候也是你身上不正是接触 你身体也稍微有一点距离的一般人看不到 就像这样的他的天宫《山法堂》 地面稍微有一点点在空中 《山法堂》的主要作用他们天人天天集聚在这里 重要的一些他们天人的一些重要的政治方面的事 可能经济方面不应该讲吧 不用吧 但是他们最关心的其他的有些经典里面说是 他们经常派四大天王的天人到南战部族来 然后南战部族来看南战部族的人有没有受八观摘戒的 有没有孝顺父母的 有没有行持善法的 如果有的话他们回去给地诗天冰雹的时候 他们很欢喜这样让这个世界应该值得快乐 他们就降下吉祥的雨水这样的 如果我们人世间造恶业无我不作这样的时候 那么地诗天和天宗很不悦意 然后他们不开心的时候也是地水火风等有各种灾难 也让人们感受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里他们的善法堂不像我们人世间 自私自利的一个会议室应该不是的 应该是一个对整个南战部族也好 天界也好 人间也好 他们重要的事在这里承办的这么一个善法堂 那么这个为了放置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发生 在这里经常商量不但是商量 还有他们派三十三天和四大天王的这些不同的鬼神 到了人间和天界进行维护 其实每一个众生都是维护正义和排斥写法是非常重视的一个事情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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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